今天要讲的公司可就神奇了 他们只有一个业务就是抓鬼 老板名叫大傻 负责招揽业务 手下两员大将 文青负责外国鬼 所以天天导物高科技 已经发明了一体化抓鬼机 让每个鬼都可以找到归宿 文才负责中国鬼 他一身高强的毛山术 打得恶鬼无处可逃 那他的毛山术是从哪儿学的呢 自然是他的师父应书教的啦 文才还有个女友叫做小龙女 也在公司里面帮忙打打下手 可惜的是 三人虽然有着高强的奔铃 不过名气不大 也只能借一些小生意 这次他们交道的生意 是祠堂闹鬼事件 看管制的老伯因为他没忘记开门 导致祖像外出不能回来 被阳光晒得是魂飞魄散 所以有一只没有出门的鬼为了报复 负在了老伯身上一直在祠堂打乱 周鬼三人组到了祠堂后 一眼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趁着恶鬼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布置好了照明灯与灵符 把恶鬼打得是霹里啪啦 不过人家也没有被消灭 还附在了小龙女身上 在祠堂里面唱起了大戏 云青立刻用头昂仪 把灵符打在了小龙女身上赶跑了恶鬼 可是恶鬼又上了大傻哥的身 云青拿出了十字架 把恶鬼打出了大傻哥的身体 文才这世代终于出手 他扮成了钟魁 用陶木剑打混了恶鬼 然后用法布将他盖上灵符镇压 最后云青用缩水叶将他缩小 装到了毯子里 终于完成了这次捉恶鬼任务 不过拿到钱后大傻哥却又生了坏主意 想要独吞这笔钱 另一面 游乐场的生意很差 让老板非常惆怅 于是让经理想一个好办法 经理那有什么办法呀 但是赚钱不会省钱还不会吗 开出几个人这不就是节流了 于是他们把注意打到了清洁员酒树身上 只是没想到这个酒树在这里干了一辈子 一听游乐园有难 就提出以后不要工资了 此外酒树还说 自己的老家四川挖出了两具千年古诗 如果可以拉回来展览 肯定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 老板一天有道理 于是马上向四川的文物局申请 把千年股市拉到了香港 而这时的捉鬼三人组又接到了一单生意 酒店闹鬼事件 云青还专门研发了一款巡鬼装备 可以确定鬼的位置 这下可就方便了 找到鬼后 文才马上用八卦鼎鼎鼎身 云青用高科技设备捉鬼 不过这个设备看着十分眼熟 明显是在模仿捉鬼赶死队 与此同时 经理也把四川来的工作人员小宇安排进了酒店 之后找到了捉鬼三人组 请他们去现场做场法事 好让工作人员放心 逗了展览开幕的前一天 小宇看到这些人竟然在搞封建迷信活动 于是解释 这两句古事在发现的时候 还找到了一张树皮画 半张羊皮纸 可惜另外半张羊皮纸一直都没有发现 这时云青发现 树皮画上的仙女 竟然跟小龙女长得是一模一样 就在大家惊讶的时候 酒树却跑到楼顶 从上面跳了下来 正好砸在了存放银甲式的箱子上 这下可好 银甲式直接复活 背着离开的游乐场 小宇看到这一幕可愁坏了 丢了一具古诗 明天还怎么展览呀 反正也没人看过那个古诗 找人假装 不就得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文才身上 展览的时候他要保持一动不动 一不小心就睡着了 而且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银甲式飞到了一个寺庙 在那里大开杀戒 就连方丈都不是他的对手 文才醒后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家 不过却没人相信 都以为他是脑子出了问题 直到小宇看到了新闻 原来湖北的大连寺真的出事了 就连庙里的大葬金都丢了 这下大家才相信了文才说的话 于是又立刻逼着他睡觉 接着做梦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次文才终于发现 原来九叔根本没死 还跟阴架时一同出现在了大连寺 随后大家来到了九叔家中 果然发现了另外半张羊皮纸 上面写着如果银甲式拿到大葬金 就可以复活大魔神 到时候就会发生世界末日 大家一看这样还得了 于是马上赶回了游乐场 但是晚来了一步 另外一具古事大魔神已经不见了 现在大家都没有了办法 只能回家继续研究羊皮纸 终于发现了消灭大魔神的方法 就是当龙珠出现 九阳和一旧可以灭膜了 而这时 小龙女的肚子突然长得很大 还从嘴里吐出了一颗龙珠 而那张树皮坏自己飞了出来 从里面还飘出了一个百育仙女 附在了小龙女身上 她说自己是小龙女前世的原神 一千多年前 大魔神吹咸自己的美色 准备在树林里面霸王鹰上宫 路过的清玄剑侠看不下去出手相助 不过银甲师这个老六突然搞偷袭 跟大魔神一起害死了剑侠 幸好小龙伏虎尊者及时出现 使用大手蕴消灭了银甲师 大魔神趁其将化中仙女的银身 打入了书中后 也被小龙伏虎尊者消灭了 而这次大魔神复活 可以消灭她的唯一方法 就是在正午时 用龙珠将她引到树林中 让她想起死亡阴影才有机会 于是大家按照仙女说的话来到了树林 不止好一切后 让小龙女吐出了龙珠 果然这里马上就刮起了一阵风 大魔神带着银甲师也来到了这里 大傻与云青也装成了 享用俯虎尊者 成功的让大魔神想起了 自己的死亡阴影 吓得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 而文财他们也趁机 拿出了四面早就准备好的八卦镜 将两具古尸困在了这里 可惜云青拿出了高科技设备 想要降服古尸 没想到人家根本不怕这个 还被吸出了八卦镜外 银甲师也是气急了 把四面八卦镜打了一个粉碎 就在大魔神准备抢龙珠的时候 华中仙女及时出现 将龙珠打向了大魔神 银甲师为了护主挡在了龙珠前 被炸成了粉末 随后大家开始再次的抢起了龙珠 幸好文财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了龙珠吞在了自己肚中 这下他功力大增 竟然变成了自己的前世清旋剑侠 和华中仙一起双剑合璧 大战起了大魔神 大傻哥云青看到了地上的玻璃碎片 终于想到什么是九阳合一 他们利用镜子的碎片反射阳光 成功的将大魔神炸成了粉末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名为捉鬼专门电商于1991年 豆瓣平分6.7 虽然山寨了捉鬼干死队 不过还是加入了很多中国独有的严肃 也算是中西合璧了 本片是典型的香港喜剧鬼片 演员阵容也很强大 不但有英书的爱图文财 还有四大恶人大傻哥 林俊贤以陈叔兰也算是俊男美女啦 再加上浩南哥的前女友少美妻大胆出演 看的人也是脸红心跳 唯一的小缺点 就是捉鬼专门电的故事太少 也没喷上什么厉害的鬼怪 大魔神炎假实的故事也不够精彩 话说可以造成世界末日的魔神 竟然因为调戏小牛被打死了 未免有点太敷衍了吧 想用俯虎尊者联手的一招 还能给他复活的机会 就算是复活了 还能让他用大藏精复活 不过对于幼年的我来说 这些都不重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是高科技抓鬼设备 那时我就幻想 给英叔也来一套 让他去消灭更厉害的妖魔鬼怪 好了本球到这里 如果觉得小弟讲的还可以 就请长安点赞 关注一下哪是更好 谢谢收看正说电影 我们有缘再见 再见